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好 新闻早餐会 现在开放现场直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帮我们分享出去 民进党的总统初选 确定延期 英德大战进入了延长赛 两列火车是不是要对撞了 赖清德尽管他的声势看好 但是在保皇派的力挺之下 小英总统会不会上演逆转胜呢 因为现在既然有第一次延后 那么将来会不会有第二次的延后 第三次的延后 赖神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好 今天要联系的是 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的 施政风教授 施老师你好 老师这个最新的变化 我都形成是 两个本来是要参加 短距离百米冲刺的选手 都已经到这个起跑线了 结果这个时候传来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你们现在不要跑这个短跑 要跑3000公尺 那么老师这个转折 会让人家觉得意外吗 你的观察是什么 当然就我们一般人来讲 就是说有一个游戏规则嘛 然后要登记 民调等等 忽然就说要延后 那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天灾有怎么样吗 人祸吗 或选手怎么样了吗 有点奇怪 通常我们延长赛是说 不分上下嘛 然后我们再演个三局嘛 或者是什么样嘛 现在就是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就是只有小英总统 他不想要参加出选嘛 他认为就是他必须要连任嘛 然后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一届的中长会 这些都是就是 就是各派系自己平均嘛 自己去分配的 都已经差不多巧好了 所以不管是在中长会 中职会或者是全呆会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延后某种程度 应该就是说派系之间 大概也不想说 马上就是把这个 这个赛神把它就是斩掉了 就是往后延一点点 所以老师 你觉得这个是 这个小英这边 可能有一些动作 可是他明明之前 不是说自己不会确战吗 那现在证明他只是 走夜路 然后吹哨子壮胆一下 他现在把这个战线延长 不就摆明自己声势是落后的 希望以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 是啊 你知道通常 你是有时候看到 当然斗欧里面 输的那方就会讲说 好大卖照 对 我先唱一下 对对对 我讲说 我就是通常 就是想 真正想有实力的人 不会讲说 我没有在怕的 那当然很明显的 就是说 它是时间换取空间 因为毕竟政府 它是有这个行政资源 那前阵子在总统办的这个演唱会 那本来都是在室内忽然跑出室外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找入各个部会找弱势的家庭等等 然后找新住民来 三万人 但是最后你看出来的电视上或第二天的媒体 就是年轻人出来造势 所以类似的会更多 而且为什么5月22日也是有点奇怪 当然他是讲说 因为立委的出选过了 但是520就是一个就职典礼的 这个可能有一个特大合合 很大型的这样造势 所以大概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他觉得反正我有行政资源 那这些抑注下去的时候 他可以再继续的在这个所谓的 声浪会提高 那如果中国动作再大一点点 对他更有帮助 你看到现在台面上的 不管是立委 不管是一些首长 好像这个挺小英表态的人越来越多 那将来赖神会不会面临到的压力更大 现在好像有一种形单影子的感觉 当然表面上是看这样子 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政治就是现实的 那尤其是现在的这些台面上的 这些民进党人 他就觉得有一些是有亏欠 包括当时以前的提名也好 或者提名过程里面的是不是怎么样子的协调好的这个部分 我不要忘了就是说 因为除了选民以外呢 那支持者又是就是党员是怎么样的态度 因为党员已经被剥夺了这个 因为全民调剥夺了这个参与这个出现 然后支持者还有更广大的这个选民 那有个说不定党讲不好听 那些人爱以情面就是我一票支持你 那真的大选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那你觉得赖清德他还选得下去吗 接下来他怎么办呢 还是要选啊 依照他的个性觉得他还是会冲到底 我是说因为即使是这个样子的挫败 对不对 你还是要选下去 然后凸显说这个民进党 至少你要凸显说小英也好 那他就很霸道嘛 那党中其实蛮可怜的啊 你看到主席这个卓龙泰 或者是这个秘书长罗文家都被指责嘛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处理好呢 那变成在家庭下之下呢 那你也觉得这个党其实整个形象都已经败坏了 那那就是说要扛 那就是看大家让这个老百姓做这个裁判吧 那你觉得因为初选呢 之前民进党都没有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一向初选机制也是民进党非常引以为傲的 至少跟这个国民党相比 他们认为这个是比较公开公正的 那现在初选延后 这个延后对于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我一直认为说 如果当时是小英真的就是 就把他下决心就是说好吧 你真的就是就投票嘛对不对 反正他票数也够嘛 因为在往后援的这个时候呢 会夜长梦多啦 我会觉得说下下测试延后 那个民进党会放学越来越多啦 那可能就是说民进党的形象大概会比国民党还糟糕 那现在如果说要延后的话 那接下来铁银派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你预测 我们目前看到他们的说法 就是说是一个是用各种抹黑的方式嘛 比如说他的手段用突袭嘛 那你也知道奥迪士的制度你定下去的就是大家可以来登记啊 你看美国他们登记其实是美金很少的啊 所以一开始就可能一二十个啊 那五百万谁拿得出来嘛 OK所以呢 这个大概有人格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所谓的大概是大家讲说 所谓的这个宪政公康席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那那其实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 如果没有连任的 你看那怎么办 最后一年怎么办呢 即使是连任的最后一年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大概会用抹黑的 然后故意要激怒赖审这个部分 他的支持者啦 那当然当然就是说 目前为止 他就是希望打这个赖金的 想打一个干干净净的君子之政嘛 那大家老百姓在看啊 就是这样子 OK 老师你观察到现在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蓝绿的阵营啊 今年的这个选举年 这个策略都好奇怪哦 都好像这个 不是最强的人可能会出来参选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调诡的一个现象呢 你知道就是说啊 这里是介绍到说 党内的生态啦 对 跟整个社会的氛围 或是支持者这些是有差距的 也就是说 现有的党的这个部分 他们就有的游戏规则里面呢 就是一种恩宠关系啦 讲不好听就是说 内部的这种少数的这样垄断啦 那本来就是游戏规则这样去玩看看啦 但是没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外面的或支持者 他们就是反对这样的垄断啦 那你知道两大党轮流执政其实也是行李如鱼而已啊 党内也是一样嘛 合同联合嘛 那所以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满这个样子啦 那当然你知道如果这个就是实力比较 A卡的不能出来的时候 很可能到时候人家就唾弃这个党啦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位子呢可能是你给我的 那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许我必须要 勇全相报的意思吗 那可是这会不会产生一个状况 你看呢如果说现在呢 小英要积极笼络的党内各派系的势力的话 那现在他不会放出更多的资源吗 那接下来这个要怎么办啊 呃所以这里有一个变数啦 就是苏贞昌啊 嗯 苏贞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 那当时苏贞昌去是有点奇怪 那当然蔡英文讲说你看 连苏贞昌过去是我的老长官 对 当我行政院长对不对 然后呢呃算是赖清德 呃其实跟跟苏贞昌关系还蛮好的 嗯 坦白讲 好 OK 所以呃那苏贞昌的勉为其难嘛 嗯 那你也知道选举到最后是子弹啊 嗯 好OK 那包括啊你也知道所有的人事 他也讲说人事权跟决策权也交给 这次会尊重嘛 交给苏贞昌嘛 嗯 所以重要关头的时候 嗯 我意思说万一小英总统出走 嗯 你知道这两天也在讲嘛 嗯 他出走 比如说跟KB合作的时候 嗯 然后赖清德代表民进党 嗯 那这个政府是属于民进党政府呢 嗯 还是什么 哦 好乱哦 好乱的看出 那陈建仁也是 他是五党级 他是五党级的嘛 是 那行政院长他是要维持当裁判吗 你记得呃小英这两天有讲说 你们党中央不应该只是做裁判而已啊 嗯嗯 他讲这句话是有点清晨有点奇怪啊 嗯嗯 OK所以你要到时候就会有冲突了 嗯嗯 那你研判哦 现在民进党现在呃就应得大战的延长赛呃柯文哲相信也看在眼里了那他现在会怎么想呢 他本来这几个月哈嗯 他有点被蓝绿夹杀了 边缘化了 声量少了啦 好那但是忽然又回神过来了啊 嗯 好那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到小英那天他就讲说我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嗯 但他补了一句说包括赖神嘛 嗯 但是其实里面玄碍之音 其实就是柯文哲 嗯 从过去到现在从头到尾挺这个呃这个柯文哲的就是小英啦 嗯 嗯那所以这里呢也很可能有所谓的绿白配或者是就是呃蔡柯配这个样子啦 嗯 那柯文哲他是代价而顾啊 嗯 嗯 嗯 好那接下来很明显的是小英这边可能就握有一些比较多的资源哦 然后赖神这边你觉得他将来的策略可能会怎么打呢 如果他坚持要把这个初选路给走完你觉得他要去抢哪些票呢 呃我们如果去看民调来讲好了啦 就是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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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看出来其实赖神还是比小英强 就是说治理能力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小英去拉拢KP的时候 赖神对这块部分 也就20到40的部分 就比现在要更加努力 但是他如果要抢中央选民 是不是他之前那个务实台独的说法 他必须要做一番的一个 也许是修正 也许是说明 甚至他对于涉扁的态度 这个怎么办呢 会不会影响到中央选民对他的好感 应该是这样 我是觉得中间选民 基本上就是对蓝绿没有强烈的好恶 他会看 那我先讲一下色扁的部分 就是人情毅力 他觉得说他应该要出来讲 特别他是台南的市长出来的 那当然他愿意讲的话都可以 但至于其他的台独这个部分 他其实你说比较他跟小英 跟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 都是中华民国派 没有打很多 特别讲 OK 好 那这一场的英德大战延长赛 会怎么打 我们就拭目以待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东华大学 民族诗语发展学系的石正峰教授 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石正老师的说明跟建议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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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